最重要的事情是 国民党的改革一天都不能够停止 我们不但要内造化 清廉化 清量化 而且要把所有的战力能够提升 那黄富星党部过去是 我们国民党最有战力的 我们一语肯定 那也希望把黄富星这些所有的干部 能够发挥他最大的战力 结合地方 然后来服务地方 那我们同时也表示名称没有改变 那最重要的是 能够把战力提升 同时服务到各地的党员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 做这样的一个整合 我也相信经过这一次的改革 我们整个党会更有战力 更团结 在改革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碰到一些阻力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退缩 就像我们要提升清廉 或者是我们要内造化 或者是我们黄富星的战力的精进 每一项事情都会碰到困难 但是我有坚定的决心 为了国民党好 我们一定要做 不会只有到今天为止 我们接下来包括智库的改革 还有非常多的国民党的改革 都一定要做 刚刚在陈一真委员跟徐一真委员的陪同之下 那也到了海边 看了相关的一些事项 那陈一真委员也把最近协调的一个情况 给我们做了一些说明 那我们非常希望 两岸不要因为这件事情 造成两岸之间的严重的冲突 我们必须要以同理心 以人道的立场 尽快地来化解冲突 我昨天已经说得很清楚 民进党不要制造问题 要解决问题 我们的立法院的党团 会强力地要求 民进党政府 尤其是我们海群署 海委会 一定要解决问题 不要再制造问题